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安全教育开始咯! 第一,就是滑梯,不能倒过来滑,如果要倒过来滑滑梯啊,头部就会先着地,这样滑下来的一切冲力就由头部承担。 再加上和地面的猛烈撞击,轻则会擦破头皮,引起大量出血,重啊就会引起脑震荡呢,这样是很危险的。 第二就是荡鞦韆,在玩鞦韆的时候啊,要保持中心稳定,并尽可能将重心后移,因为鞦韆在空中荡起来时,如果重心不稳,就可能有甩出去的危险哦。 在玩之前,要注意讲解人员的示范讲解,坐在鞦韆上时,双手要抓紧鞦韆的绳子,以防疏忽脱手而摔伤,只要绳子不断就很安全。 在观看别的幼儿荡鞦韆时,要学会躲闪,不要被鞦韆撞到。 最后一个就是攀爬,有些需要攀爬的游乐设施,需要双手抓紧之后,脚才可以移动。 小朋友们,你们记住了吗?去游乐园玩要特别注意的三个问题,大家一定要记住开开心心地去游乐园玩,然后安安全全地回家去哦。